你检查了沙发下面 没有 你打开了橱柜 也没有 你躺在地板上 查看床下面 只有灰尘而已 你还是没找到猫咪 那么猫咪去哪里了呢 不是吧 难道是这只疯狂的宠物 从后门溜出去了吗 一阵恐慌 让你不知所措 你走到了屋外 曾经绿意盎然的厚花园 现在覆盖着厚厚的 坚硬的磷青 花盆里几颗巨大的假植物 为枯燥的景观增添了一些生机 不管这些了 你的小猫到底去了哪里 不是吧 正如你所担心的那样 小猫发现了地面上的什么东西 正在把玩呢 你走近了一点 太不可思议了 一颗小小的绿色青芽 从沥青地面中钻了出来 但这意味着 你的猫咪正处于危险之中 因为如今 植物比熊 鳄鱼 甚至比鲨鱼还要危险 直到几年前 大多数人对肉食植物 还一无所知 如果你去问专家 你一定会被专家铺天盖地的资讯淹没 过去 食肉的植物会吃微型动物 主要是昆虫啊 青蛙啊 偶尔还会吃小白鼠或老鼠 但直到最近 它们的行为发生了改变 从前 地球上只有大约700种肉食动物 除了南极洲以外 它们分布在世界各地 除了企鹅 没有人喜欢南极洲 甚至在灾难发生之前 人们还一直在寻找新种类的肉食植物 其中的一些呢 正在进化成肉食植物 这些植物的叶子上覆盖着一层蜡 落在叶子上的小昆虫 会恰好地滑入植物 装满水的袋子之中 肉食植物吸引昆虫 不仅是为了吃它们 一些飞虫呢 还能传播植物的花粉 这就是为什么 食肉植物曾经有 而且仍然有鲜艳花朵的原因 这些花朵的位置 远高于危险的叶子 离陷阱越远越好 这样一来 在帮助植物繁殖之前 兽粉的昆虫 就不会被植物给吃掉了 大多数的古老植物 通过晒太阳来获取食物 但这还不够 它们还需要通过根部 汲取营养 但是肉食植物 生活在土壤营养匮乏的地区 这就是它们开始 抓捕猎物的原因 这些高蛋白质的食物 可以帮助植物生存 让它们长得更快 一些肉食植物 甚至没有特有的消化酶 它们会与有益的细菌合作 在细菌消化猎物的同时 植物专注于增强 自己的捕食陷阱 那时 我们几乎不知道 生活的变化将超越我们的认知 我们需要地球上 有关植物的一切可用资讯 因为一旦科学实验失控 地球上的所有植物 没错 是所有植物 都会变成肉食植物 这个事件甚至还有专属名字 叫做肉食植物大灾难 可以肯定的是草 树和灌木 都会慢慢地发生变化 但其中的一些植物会长得更大 除此之外 每个种类的植物 都找到了各自捕获食物的方式 当你的猫咪在把玩这颗 看起来无害的新芽时 你谨慎地走近它 即便你知道这颗植物还很弱小 不太可能伤害到你的宠物 但它还是令你害怕不已 你需要知道这是什么植物 绿色的肉食植物 会使用很多不同的方法 来捕捉猎物 例如说凹陷型的 带有粘性的 补银纸陷阱等等等等 尽管如此 这些植物都有进化过的叶子 你正在注视的这颗植物 用粘性的触手捕获食物 当这些触手不动的时候 阳光把它们照得闪闪发光 用此来引诱昆虫 但这颗植物的触手可以活动 就在这个时候 你看到它们缠住了猫咪的尾巴 你戴上了一只 放在背包里面的手套 这是你在极端环境下 做的极端措施 然后你轻轻地 小心地 把强壮的惊人的触手给掰开了 这颗植物看起来没有毒 但你还是不放心 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陷阱 捕莹草是标志性的肉食植物 它们的叶子成两半状 叶子的边缘呢 长着可以紧闭的尖刺 当一只昆虫 或者如今的动物 进入到锯齿状的叶子间 叶子就会紧闭 整个过程 持续不到一秒的时间 这是最恐怖的肉食植物 捕食猎物的叶子上覆盖着短而硬的毛 它们被称为触觉毛或触发毛 一旦有东西或是有人触碰了叶子 陷阱就会立刻启动 植物会产生消化汁 这跟你的胃疫很像 在5到12天之内 猎物将所剩无几 然后陷阱再次张开 雨水会把残留的食物给冲刷干净 如今呢 人们甚至在水下也不觉得安全 所有的海藻的每片叶子 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吃你的手指 生活在许多的方面 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本来应该穿过森林的公路和高速公路 在建造的时候需要做更多准备 有更多的安全措施 并且使用更先进的工具 另外一方面呢 地球上面的氧气史无前例的充沛 为了适应新环境 人们开始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 我们不再去公园散步 骑车 在公共水域游泳 或者享受其他的户外运动 健身房 游泳池跟外卖餐厅 变得超级受欢迎 肉食动物大灾难 改变了人们的饮食习惯 如今呢 种植蔬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那些蔬菜 马铃薯啊 胡萝卜啊 花椰菜啊 都变成了难得的美味 你不再走路 因为你不知道途中哪棵树 或者哪棵灌木会袭击你 把你当成一顿美味的午餐 正因如此 人们更加需要汽车了 所有的花店都倒闭了 一位可爱的插花 都有了吃顾客的讨厌习惯 当然 婚礼也发生了改变 新娘扔花树给伴娘的习俗 或许会改变某人的生活 不幸的是 许多动物都灭绝了 尤其是行动缓慢的动物 那些在灾难中 得以生存下来的动物 要么就是进化了 可以跟肉食植物 共同生存的形态 要么 它就迁徙到了 更安全的地方 一些曾经在野外生活的动物 正在慢慢地接近城镇 顺便说一下 如今沙漠是最安全 也最受欢迎的定居地点了 虽然缺少了水和超市 越来越多的人们 在沙漠中建造房屋 并且搬到了那里居住 尽管一些仙人掌 学会了用针刺射击 探测猎物 但是选择在沙漠中生活的人们 并不介意开车 途径一两个仙人掌 目前 尚不清楚他们是如何 处理射岛的猎物的 仙人掌无法爬行 对不对 这里还有一些原始的肉食植物 但它们已经进化得更大 更强壮了 无论如何呢 人们正在学习 如何在这个肉食植物的 世界中生活 天哪 如果能买一瓶除草剂 让我花多少钱都行啊